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 我跳会许久呢 啊 啊 啊 别怕 别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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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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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既然得胜 这宝刀便归于你们 一会儿 好 就把死刀赐予那个小子吧 好 好 好 使者留步 方才使者提到修好之事 此事还须从长进矣啊 方才台上那位小娘子 确实是我大堂的掌上明珠啊 使者 可否一步到东宫已续 你我仔细商谈此事如何 之后 太子竟然有如此诚意 那我便确知不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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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不错 不错 完全要不错 nehmen coração 不错 有换 要是真的砸中那小孩 后果不堪设想 别这样嘛 古话说得好 此乃虽败犹如荣 你是不是听不懂汉话啊 听得懂 这么小气 迎球那小子 我 对 过来啊 怎么了 太子令 阿什勒布所献宝刀一柄 赐予 这个时候还戴着面具 成何体统 还不报上名来 以诿 至今 是 究竟 パ 你 你 你有没有 化妲 你 你 我 弓令一脉 实行实力参见孙特勤 孙特勤 今日为何来了兴致 亲自入场粗居啊 验一验他们的身手 如何 若是在沙场 他们早已全军附魔 不过倒是后来入场那小子 还算机灵 不知是什么来头 东宫的人 关键应在八坪以上 孙特勤果然无所不知 说起来 今日一提到和亲之事 那李建成果然上钩了 不过此事 大克汗那边 可要提前知婚一生 不必了 如此急于求和 看来大唐兵力确实空虚 大克汗不必顾问 使团本定于明日启程 离开长安 可要变更行程 不 如期出城 如期出城 二叔 疼死了二叔 快放手 这祸鬼 还嫌借店风套出的不够 又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是吗 叔父 永宁今日前来 是有礼物要送给叔父 礼物 拿出来看看 这是你刚刚迎来的 怎就舍得送予我 永宁自七八岁上 便随叔父一同骑马链剑 蒙叔父授予我武艺 兵法 今日才得以披甲上阵 居城一战 永宁自私无以为报 既然这把短刀 是永宁亲自迎来的 自当是要送给叔父 小永宁终究是长大了 今日你触类旁通 以兵法为求守排兵布阵 做得不错 你不认识 果然好斗 都怪这衣服不好 若不是因为这衣服的话 我定能赢了叔父 飞也 刚才那一招疏漏 本就是我留下的诱饵 你急于求胜 便落入了陷阱 可是叔父本身就比我强 如若我不咬 竹山积极弓的话 那我如何才能取胜 强者弓 弱者手 若是力不如人 就只能韬光养晦 才能等到成长壮大 反守为攻之际 那得多别致 这便是弱者手的代价 虽难受 但不得不受 如此才能存活下来 折服图强 不管是一人还是天下 接近如此 长哥 你要记住 好 我记住多叔父 好了 先回去吧 二叔还有别的事要忙 好 那我改日再来探望二叔 成哥 去下宿吧 我站在座上 待会因应他 是真真是 我还去 那儿 我还去 可能这露宿 不是 他要留在我 这儿 你这儿 你还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